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纹压IC怎么用 因为有一些朋友在问我 如果我本身有一些低电压的一些产品 比如说5伏特的电压 我要怎么去取得一个比较简单的5伏特的 的纹压的电压来使用在这些小型的产品 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用一下这个纹压IC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这种简易型的纹压IC 要怎么去操作 那因为我要用这一块 我前一阵子又重新再做了一块这个小型的单极放大版 那一样是12伏的电压 那因为一样是这种 这种这种板子 这种蓝牙的板子 所以呢我还是 它需要一个5伏特的电 所以一样用这个5伏特的电来做一个 做一个示范 顺便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这个纹压IC 要怎么让它启动跟怎么操作 那纹压电源其实在目前市面上最简单的 就是像你在桌上看到这两款 一个7805 一个7905 78系列跟79系列 那么78系列是属于正电压 79系列是属于负电压 然后 那么你在 那个Google上面 其实可以去搜寻一下 78系列的吻压IC 或者是79系列的吻压IC 都有很多像这样子的线路图 那你也可以拿来做参考 那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简单的7805的吻压IC 来做一块这个正5伏特的吻压电源 然后给这块小型的这个蓝牙板来使用 那么78系列跟79系列的吻压IC 在外观上其实是一样的 那你在市面上看到最多 也就像这样子的TO220的包装 就现在用一颗这个 这个ST的这个小型的吻压IC 我们来做一个正5伏特的吻压电源 那你在网路上其实看不到像这样子的 吻压IC的接角图 那78系列的吻压IC 其实接法很简单 就是它三只脚 左边这个是入电 这个是接地角 中间这只脚是接地角 那通常 中间这只脚跟散热片其实是在一起的 然后这只是输出脚 所以你这边只要接电源输入 然后这只接地 这只接 这只就是正5伏特的输出 那如果你装切正确的时候 你用电表量的时候 你就会在这一端量到 跟地端 地端跟这一端 第三只脚的输出 你就会量到一个正5伏特的电 那顺便代替一下 就是这一类的吻压IC 最大的电流大概就一安培上下 那输入跟输出的电压 输入电压一定要比 输出电压一定要比输入电压高 它才有稳定的效果 那这是这一类的 78或79之类的 这一类的吻压IC 它的一个几个基本的规则 好我们把蓝牙板也装 也锁在这个板子上面 那我们等一下就牵个5伏特的电进来 然后直接就可以把输入的 输入的讯号直接接在这个 这个 这个放大里面 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试试看来玩一下 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量一下电压 然后这边是接地 然后正电是 这边是14伏 好那我们稳压的12伏在这里 然后这个是输出的5伏特 好电压都没有问题 所以它原则上它就是一个 一个14伏的输入电 然后直接给这个吻压IC 做第一次的吻压 那是给这个电路用的 所以这个电路是12伏的吻压电源 然后12伏的吻压电源输出之后 再直接再给这个 这个吻压 这个5伏特的吻压电路再用 所以它就是 这个是一个5伏特的吻压的电容器 所以它就是一个12伏输入 然后5伏输出的一个 一个吻压电压的 5伏特的吻压电压 好那这样子量起来 电压就没有错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 线接到这个 这个 蓝牙板上面去 好 好我们就把这个 电压通通都装上去了 然后该 该接的线 我们都 都装上去了 5伏特的电源的线 跟这个输入端的线 我们都装上去了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量一下 这个实际上的电压 有没有启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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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电 擦电 好 好 蓝牙灯亮起来了 那我们再来做一下 那我们再来做一下确定 这个粗浅的这个说明 我们就做到这边 那如果你对于5伏特的吻压IC 就7805 78系列跟79系列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欢迎你的留言 那我们下一期见 再见 拜拜